张医生,你好,我现在就是情况,就是直播上面向您提问的那些,现在就是想知道,然后今天下午你也跟我说了一些解决方法嘛,就是摆多邦和继续打这个抗生素,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有没有就是更快的方法,因为现在也感染了有8天了,这个东西啊,可能其实我在云回答当中已经说了好多了嘛,然后你大致也清楚怎么回事,提原因的话呢,说现在目前这个地步你说想快,我觉得可能难以非常快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 这个关键节点,然后的话呢,这个,他没有选对节点,他接下来就不太好处理,他只能慢慢慢慢这么闹,呃,一个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的到底是玻尿酸,还是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你清楚吗? 玻尿酸,嗯,他打的确定是玻尿酸,嗯,他打的确定是玻尿酸,对,然后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机构我给你打的,你说的小诊所啊,还是,对,他那种就是,嗯,应该可能也算不上诊所, 就是个人的那种,就是,就是,工作室一样的,我看,我看推特上,然后,经常有些人,然后呢,到酒店啊,或者到人家里面去打,是这种吗? 呃,办公楼,它是写字楼的,自己工作室,但是也不是,应该也不是正规的那种诊所,没有证监的那种, 啊,嗯,嗯,行吧,然后,那你是就相当于,嗯,认识他,所以就让他打了,是这意思吧? 嗯,对,以前接触过,但是也不是特别熟,就他那边有这个东西,嗯,那你,那你,那你,据你干,观察看,当时那个消毒啊,什么这些,严格不严格啊? 嗯,嗯,嗯,因为我之前也在那个,打过不尿酸嘛,在整心院,嗯,我感觉就是消毒,还有器械这些,都是挺齐全的, 那是两回事,你用的那个,你在脸上打不到,在那细针,打到组织内,然后的话,你这个的话呢,相当于你的量又大,然后是在汇阴这个区域,相当于本身就属于污染啊, 嗯,然后就是有刮,刮毛啊,呃,点浮消毒,然后又盐水,就铺了那个,有一个洞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无菌,无菌精, 然后也戴了这个手术的手套,什么的,应该还可以,嗯,嗯,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他就给你打绒霉了,是吗? 对,打了绒减霉,那第四天,你整体,你整个,整个硬性体就已经发红了,还是说局部发红? 整体? 第四天,整体就发红了? 打了的地方,对 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他就给你打了多少绒霉? 嗯,三瓶,他打,他,我看见他凑了三瓶,三瓶是多少,应该一瓶都是 一瓶一千单位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呢,打绒霉之后的话,你觉得他变小了,还是变大了? 嗯,极客部分区域是变小了,就像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包皮细带嘛,那个叫,嗯,就龟头下面那里,他刚刚给我打完是,其实是我感觉打得有点多,而且位置不太对,嗯,就是包皮细带那里很古,嗯,然后打完绒霉之后,那里明显变小了,其他地方没有明显变小, 嗯,嗯,行,那你常规打完之后,你吃上抗绒素了吗? 嗯,没有,我是直接就去打的点滴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给你注射完之后,你没有吃抗绒素? 哦,没有 然后他 消炎药,消炎药是吧? 对 没吃 然后他用的是小那种小顿针在皮肤下打的,还是 长的,长的,嗯 嗯,行 嗯 他就先穿了一个洞,然后用那个长的针 嗯,他自己说,他打的就多吗? 嗯,他没说,我感觉有点多 嗯,所以 因为就是打完就很肿很胀了 嗯,行吧 然后,嗯,你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才上网查,然后才上网查的这些消息,是我发的这些文章是吗? 嗯,对,因为我看您,不是,您的文章我也没有看到说有写并发症什么的呀,所以我就之前没有关注过这方面,嗯 嗯,出了问题直接去医院的嘛,医院的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他们也说没有接触过这个 不尿酸,就刚才给我按常规的这个消炎去处理 嗯,那那个,我刚才给我发了好多资料嘛,其中有一个就是,就是韩国的医生讲病发症的嘛 就引用的就是我们发的这些学术文献嘛 嗯,你待会可以好好看一下,好吧 好的,我现在就是,每天打完点滴之后就热服 那个,另外就是,那那诊所呢,就不管了吗? 他不管你了? 嗯,他们现在就在那里面,是吧 就是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只能说是给我报销一些钱嘛 你说要让他们管他们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嗯,你现在觉得张力大不大? 嗯,就是说账不账是吧 嗯,现在就是,账倒是不账 但是看着挺难受的 还有就是 现在基本上就是站立的时候 会有点脏痛 躺着坐着基本没什么感觉 然后就是 勃起的时候就特别痛 你现在不是看着还是挺红的吗 你觉得红的话跟以前相比的话 是怎么样 是在好转还是在一样 我感觉有一点点好转 但是很慢 基本上就很慢 行 然后你现在抗热素已经用了八天了相当于是吧 对 用的什么抗热素 头包取松那用了三天 然后现在用的是一个叫泰达西林 你觉得你摸上皮肤 哇是有没有地方偏软 还是整体都胀胀的 没有整体都是就是那个被撑起来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当地的医院的话呢 他们没有见过他们说背书页然后呢再说是吗 对他们说书页 因为我本来的诉求是想让他们给我领留嘛 他们说没有这个明显水上的地方 不太敢给我做 不太敢给我做 害怕就是切了切口之后这个口子 呃 长不好 嗯 行吧 呃 还按照我说的就是先用用百多邦吧 百多邦的话呢 如果效果好的情况下啊 又能跑三天就能有效果了 好吧 你就发现他就没那么主 一天插个几次啊 他就擦完之后的话 你有的时候就 你要是能给他照一个什么塑料袋也好 或者套也好啊 什么这些 就让他能够多在上面保保持一段时间 明白吧 您偏心吗 都行吧 你自己想办法吧 然后 然后的话呢 你比如说 因为他抹完之后 他一会儿一蹭一干了什么之类的 就不好弄了 反正你要能够让他最大可能的有药膏在上面 然后的话呢 有个两三天的时间 你会发现他可能就能好很多 好吧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啊 就这种情况 你抹了药膏又输液 七天还不好 好吧 你现在已经八天的时间了 对吧 对 两周时间还不好 那我觉得你再怎么折腾可能也够呛了 因为那个 这个那就不行 就果断引流就完了 好吧 然后那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地方 这里偏偏变软了 那那不行 就到时候就引流 当地如果 没法做 那你不行就来北京 我再给你安排 其他医生做就完了 对对 我还有 我想起来还有个问题 就是 他这个感染如果是玻尿酸导致的话 他这个玻尿酸一直在这里 那这样去抗权素 是不是没什么用了 如果你都化浓了的话 那显然就没有意义了 化浓了你就不够吸收了 因为他这个病造物是一直在这里 这个玻尿酸一直在 对啊 玻尿酸是 实际上现在是这样的 真实的情况是 玻尿酸 经过温度一增加之后 它就慢慢变成液态了 它自己也分解了好多 如果你自己机体能把这些炎症 说把它就控制好了 好吧 那么 你到最后发现 它慢慢真的 有的时候它能控制好 控制好之后 你会发现 它慢慢就好了之后 玻尿酸几乎就没有多少东西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水了 明白吧 然后 这个 如果控制不好 它没有 它现在里面又可能又有水 然后又有细菌 然后又有一些浓 那控制不好的情况 它就变成浓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它玻尿酸不是说 打进去能维持 还是蛮久的 你现在又打了熔煤 然后本身温度又高 然后的话呢 它又可能又分解 你现在这些的话 你就这么说 好了之后 它几乎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明白明白 那就好 我还想着万一好了 炎症消下去了 但是玻尿酸还在 它这个形态又没输 还得去用 第二 这个我刚才说的第二点 如果不行 就是它也有 第三点啊 实际上当如果出现炎症的时候 早期应该使用抗热素 加上外溶抗热素 你打熔煤 你已经有炎症的情况下 你就不应该打熔煤 那实际上是一个熔煤的一个 不能算禁忌症吧 就不建议了就行了 所以呢 是感染了 对啊 你煤本来就是 这个 你温度一高 煤就失效了 然后的话呢 它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而且你又引入一个外源性蛋白 你在里面的话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应 所以的话呢 这些的话呢 本来它就是处理 就是一开始 这个在做的时候 处理就不得当 然后呢 导致了感染 感染之后又使用溶煤 那又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这第三个问题 就看 接下来就观察来看了嘛 如果啊 长得时间太长 还是不好 那相当于处理时机 又出现一个问题 明白了吧 所以呢 这个 你要处理 可以 不是说不可以 再使用保守方法 但是等待时机 选择合适时机 可能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吧 明白 那它这个抗生素 就是 我再打一周 会不会耐药 打了这么久 不超过一个月 不会耐药 关键问题是 现在 这个可能 关键能看 能不能有效了 好吧 你现在血液的抗生素 在里面 关键的话 你没有多少血液 能进去 因为属于筋膜肩 你明白吧 筋膜肩 本来就没有多少血液 能过去 所以你弄了半天 没有多少效果 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去了我们这边 以一个公立医院的神经科 他跟我说 他说这个 属于什么肢体末端 这边 你全身抗生素 它就是打100个 好生 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到了这里 不是末端的问题 他这不跟你说吗 就是两层筋膜之间做的注射 他没有多少血液 然后 反正就是 那使用外用抗生素 还是我刚才说的一些 然后你可以每天 然后总结一下 跟我大致说的情况就行 明白明白 那他现在就是阴囊这里 也站起来的时候 也有点醉痛的感觉 这倒没关系 一般情况下倒没关系 可能就是因为他太沉了 然后就下坠的 一般通常 因为因为他的阴领根部 他就筋膜就闭合了 他基本不会到阴囊里面去 还有医生说我这个腹股膏淋巴 有点肿 他说不过这个没关系 只是因为炎症反应 嗯 行 别的倒也没什么 我明天 我这个药膏用用 给您反馈一下 对 反正你就尽可能的 让你的皮肤上 一直保持着 这个有药膏的覆盖 好的 那我做这个热敷有用吗 对 你不要做热敷了 好吧 你这 本来严重的情况下 你这一做热敷完了之后的话 到时候肿的更明显 你不用热敷 好吧 你要说 他胀难受 然后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用 你要什么 冷毛巾啊 你敷的上面都行 你一做敷 这毛巾瓶一扩张 更麻烦 嗯 好的 好的 明白 对 不要热敷 好 明白了 那我不敷了 嗯 行吧 然后 因为我 我之所以想 这个问您这些情况 是因为 有人在推特上面 然后的话呢 这个 反正就是 盗用我的一些照片 以及 就是 呃 我才了解到 有人就拿着那个 去家里边啊 什么 宾馆啊 什么地方去做 然后 打黑针 是吧 对 然后我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是 这个 这个状态啊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些 因为大部分找我来的 全都是 比较 相对比较正统吧 就 比如说知乎啊 好大部分在先了解到 然后 这是一个相当于 医疗的一个渠道 你说 你这种的话 我看的是我第一次遇到 这个 这种情况啊 然后 这个 相当于你说的打黑针吧 这种情况 所以呢 我也比较好 好奇 然后 所以的话呢 呃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啊 到时候 我就总结 总结 分享一下 嗯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嗯 行 到时候 反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我就 您需要什么资料 您跟我说就行 反正注意点 我的隐私 我明白就是 写个 写一篇文章嘛 让大家意识到这个 黑针不可 还是安全提 嗯 嗯 对 对 然后 就是 你就多多记录一些吧 反正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什么这些 好吧 现在 现在的话呢 当务之急的话 先把它治好嘛 对吧 对对对 嗯 行 那就先这样 谢谢 好吧 再继续保持联系 好吧 您忙您忙 好的 好 再见 谢谢啊